哈囉大家好 我是平民百姓 現在為大家示範的關卡是 潛雲起風下 釋放潛雲之祕 可以看到我使用死亡 死亡隊 基本上這隊的穩定性非常非常好 非常非常好 有多好呢 這個示範一次給大家看就知道 首先我們一開始 因為我這是紮射隊 所以 先指定其中的 三隻 三隻 血量 都差不多啦 這個水妹是最少的 水妹最少 但是因為CDE我先掉 先K掉其中的兩隻左右 小心不要全體攻擊 全體攻擊會凸血 這樣就好 這樣就OK了 這樣就OK了 這樣的時候 這時候就要很小心的 很小心的 不要天降 當然狀況是屬於天降 不過 沒關係 壞 我們來示範一下 為什麼沒關係 照打 硬打鐵布山 Lag的狀況 照打 OK的 這一隊就是這麼穩 穩大讓你有點不可思議的感覺 雖然我自己也覺得有點不可思議 小心不要全體攻擊喔 剛剛沒消到新竹嗎 好像沒有 基本上危險新竹都開出來了 最少急到CD5啦 欸我剛好像還沒CD5就進場了 欸不重要 至少要CD5 不然會很危險 現在的狀況是屬於就是 還是正常打就好了 只要不要全體攻擊就可以了 所以說只剩下一隻啦 接下來如果 第三隻這一隻是獸的話 你就要先做5顆 然後轉強心再去打 那我現在就是先模擬一下這個 沒有雙子的狀況底下去打 做強心當然我們木妹可以先開 為什麼 因為木妹可以吸血 那我們要除CD的話 用木妹會非常快 稍微補一下血 記得要做單體喔 因為你沒有做單體攻擊的話 我會沒辦法取擊 現在我就開雙子 基本上是可以不開 只是我想要省一點時間啦 現在不要做到全體攻擊 我有欸你看到嗎 就是省一點時間 是還蠻危險的 現在的話就隨便你處計了 那火的不會把它尻死吧 還好 還好 兩回合 應該是用不到了 木妹 如果正常來這樣 多疊體層是沒關係啦 基本上 因為我打擊都跳起來 所以沒有必要再做處計的一個動作了 做五顆 他直接幫我處理掉了 那也OK 也OK 再來示範一下這一隊的穩定度 Part2 Part2是什麼呢 這是我不開木妹 基本上開木妹也可以 也是OK 因為CD6下一關除一下就除回來了 現在要示範是不開木妹的狀況 基本上我是把難度調難一點點的 就是通關的難度來講 通關的難度來講 現在在斷心 沒關係 我們開轉心就可以了 小顆的就好了 好 我是要示範這一隊的穩定度啦 所以基本上 可以用正常打法 不一定要像我這樣打 這時候就是把它打到半血 下手要自己斟酌一下 這半血是控制血量是 比較需要技巧一點的地方 像這樣的力道應該是屬於有一點點大 有一點點大 有一點點大 有一點點 對 沒錯 至於穩定度 好吧 既然穩定度夠 那我們就直接開機就好了 基本上 要更安全 剛應該是要再轉一次啦 不過我還是 是還蠻有把握 所以可以把它KO掉的 還蠻有把握 所以可以把它KO掉的 把它KO掉的 所以我隨便直接這樣丟了 好可以看到 這個隊伍的一個穩定性的存在 包括打這一隻 我們最後再開個史萊姆 我們最後再開個史萊姆 一樣就是KO 這一隊來講 他可以打的就是 這個 旅人 然後 浩角 然後 魅果 至於 這個 那隻熊 叫什麼東西啊 好 忘記了那隻 那隻 獸類前解放人 跟蒼龍的 那兩個的話 就不行 但是如果你要打蒼龍 把你的解放木妹 換成 譬如說換火油 直接破綁就可以了 然後打那隻熊 那隻綠熊 我忘記他叫什麼熊 那隻獸類解放的 材料的素材的話 你可能就要換一個那個 破綁的那個 大勝 或者白虎 基本上 同樣通關隊伍 只是這隻要換一下而已 以上是這個 死亡穩定性的 隊伍的一個示範 基本上 這個 我是要號角 所以 這邊就不做通關的示範 做GG的示範可以 有沒有 把這個轉進去有沒有 就通關了 是轉進去 唉唷 轉進去就通關了 以上 現在是這個 屬於自殺式的一個示範 不痛啦 這個 謝謝大家的觀賞 掰掰